大家好,我是CoCo 我是野豬仔當當 你們準備好聽故事嗎? 我準備好了 你們呢? 如果大家準備好,就和我們一起進入 潰本的世界了 今天我們看的潰本是 我是國王 文徒也是由雷歐提武所創作的 出版是維京國際 我是國王 啾 有一天早上 青蛙一面大叫 一邊轉頭看 嘿! 我背上竟然有一頂皇冠 真是太適合我了 烏龜決定趕快跑去給朋友看看 快點看看 他對其他動物說 我是國王 不過 他的朋友全部都在嘻嘻大笑 山羊還在嘲笑他 咩 你? 國王? 沒有可能 咩 咩 真正 真正的國王 應該要有長長的白鬍鬚 就好像我一樣 咩 看看 這頂皇冠 多適合我 我是國王 咩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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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笑死我了 那個只能算是毛泳泳的下巴 根本就稱不上是鬍鬚 對真正的國王來說 優雅的氣質才是最重要 看看 這頂皇冠 相當適合我 我是國王 傻瓜 嘻嘻 嘻 這次到一條蛇說 嘻 嘻 真正的國王 必須要特別聰明才行 嘻 嘻 就好像我 可以用這頂皇冠 做更加多的事情 他在我身上 嘻 嘻 不是顯得更加高貴嗎 我是國王 嘻 嘻 這隻豬 就在這裡說 嘻 嘻 胡說八道 嘻 真正的國王 要圓滴滴才可愛的 就好像我 嘻 嘻 而且 只有我知道這頂皇冠 應該戴在哪裏 嘻 來看看 我們真是天生一對 嘻 嘻 我是國王 鱷魚大聲叫 開什麼玩笑 誰想一隻肥豬做國王 當然是由強壯剛硬的鱷魚擔任才是 皇冠給我 來看看 大聲剛剛好 我是國王 這次 小朋友 你看看 到大象講話了 啊 注意聽好 我的朋友 不要再吵架了 其實你們都沒有資格做國王 真正的國王要夠老 夠有智慧 身體都要夠大 但是 這一頂皇冠 正好可以讓我套在腳上 嗯 我覺得自己真是適合 我是國王 小朋友 今次又到什麼動物啊 沒錯啊 是星星啊 真正的國王 是要懂得樂作劇 像我一樣 嘻嘻 各位 再見 王冠是我的 哈哈哈哈 星星一路笑,一路就跑開了 我就是國王 小兔,別跑 我要抓住你 等我 站在這 還給我 那個是我的 不公平 大象又追著他 鱷魚又追著他 豬啦,蛇啦 紅鶴,山羊和烏龜都追著星星 星星跑得快,一直跑,一直跑 全部的動物突然停下來 而且非常安靜 有個小小的聲音在說 是獅子 威風鈴鈴的獅子 一句話都沒有說 只是把皇冠 帶穩在他的頭上 星星就很驚訝 這樣說 太完美了 大家都紛紛同意 沒錯 沒錯 獅子 是我們的國王 國王萬歲 小朋友 其實 誰才是真正的國王呢 小朋友 你知不知道 為什麼一開始 烏龜會有這個皇冠 你看清楚 沒錯 其實 是在睡著的獅子 把他的皇冠 不小心 掉到烏龜裡 一場誤會 小朋友 你喜不喜歡這本繪本 如果喜歡 記得按讚 和訂閱 還有 按小鈴鐺 只要求求有新繪本 你就會馬上知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